新北市在市府一楼棚圆举行2023年斗艳时尚伸展台决赛表演季颁奖典礼 是全台最大场流行服饰及彩妆时尚大秀 以Arders为主题跨专业领域跨文化与跨学习阶段的创新多元赛事 更是跨县市服装设计及彩妆学生力拼时尚界的王座 副市长刘和然出席并与市府幼儿园小朋友一起走秀 感受最具张力的时尚舞台 只有时尚美学创新它里面还影响着共有 已经承办了第七年 今年扩大到桃园市 所有的高中职的家政科 设计科以及模特尔 还有我们的表演艺术相关领域的这些学生就在这个平台来竞技 2023年斗艳时尚生展台竞赛项目 有服装设计竞赛造型设计竞赛模特走秀竞赛 视觉设计竞赛及手座创意商品竞赛等五项竞赛项目 林平技术学院也是能够作为我们推动这个技职教育 花领域学习的这样子的一个精神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持续的推展到全国 当然配合我们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把技职科的这样子的推动 能够为我们这个时尚界能够真正来培育我们有实力 有作业力 有创新力的这样子的一个人才 新北斗艳已经迈入第七年 本年度首度邀请宜兰台北新北及桃源市学校参赛 更新增青少年组赛事 同时扩大国际创意造型设计组参赛规模 全面带动技职教育及时尚产业的发展 借由多元美感及国际文化的元素 打造创新共融时尚美学的新北市国际美学城市 记者虎宣新北市采访报导